今天講到12月17號,10場泥草混合賽,講到第七場 第七場有隻馬,我就追他了,其實有兩三隻馬我都喜歡的這一場 其實有點心大心小,但稱完再稱之後呢 我都是選擇萬闖做膽,一來位好,二落斑 上次大家都見到這隻馬曾經有一場田大鞍,怎樣騎發 我覺得這隻萬闖可以用來做膽,重一點就重一點 我就要一號的萬闖做膽,如果有看過我的影片 就知道為什麼我選他做膽,我就選了一號做膽 另外第一隻要選的配腳,我又不喜歡這個賀賢馬房的配腳 不喜歡就選他,為什麼這麼矛盾 不喜歡也沒辦法,這隻馬是好的 再加上這隻馬上次我知道他是輸了錢的 我覺得輸了錢,休息一輪才再跑 也不是無的放肆的,我就要這隻瓶瓶落道 然後有一隻馬就是我追他 就是這隻勁飛寶寶 上次跑得我比較失望,今天又有配備轉動 如果他配備轉動又可以的話就不用解釋 又不用什麼都不用說這麼多 看看他行不行,拍寶哥哥 上次也是拍寶的,我記得,因為我輸了錢 上次也拍寶,其實他輸了兩個馬位 變了今次都要回他 我愛這隻勁飛寶寶,因為他有配備變動 變了他上場輸了,看看他這次會不會有些藉口 我給他回馬槍,大家享受一下 另外要一隻就是賓瓶寶馬 賓瓶寶馬,暑期是出過問題的 但上場再出回來也跑得不差 我仍然都是追這隻馬的 傷患馬不用說這麼多 又沒什麼保留 我就要了1號的晚廠做膽 拖這隻經常都被人看小的瓶瓶落道 還有這隻勁飛寶寶和賓瓶寶馬 就是我的心水 第七場我的介紹就是1號的膽拖 10號的瓶瓶落道 12號的勁飛寶寶 和6號的賓瓶寶馬 就是我的心水 好,多謝各位,Bye Bye